當時就是被歧視的蠻嚴重的 第一年特別痛苦 差點就憂鬱了 看完TWICE之後 那個被感染就覺得 每一次看完都可以續命續好久 陶晶瑩愛女國外念書遭歧視 差點憂鬱自副考聽TWICE續命 韋鐘哥問好 喔 大家好韋鐘哥好 我是豆豆 Shut up SIMASA 星巴陶晶瑩被下風口令 18歲女兒豆豆剛畢業回胎 首網尾中廣播節目專訪 先聊爸爸莉莉仍近期靠周楚楚三害 獲得台北電影節的最佳男配酒 因為我們都沒有想到 他真的會 真的嗎 他那時候還在 就是他在新加坡 猶豫要不要回來 然後媽媽就說 不可以你必須要回來 你爸爸這麼聽你媽話 我以為是傳說 這裡有很多傳說 所以你爸爸跟你媽相處 你爸爸是處於比較烈士是嗎 我覺得互相 互相烈士 豆豆過去迷戀籃球 志高奮勇要到美國念高中 沒想到競效隊 最近遭遇種族歧視 我以為只要語言好 沒有口音的話 很快就可以飛電 但是沒有 就是看人種看皮膚也是 外貌也是個很大的障礙 一開始你去那學校的時候 你的意思說 A選就亞洲人只有你一個 沒有沒有 那是球隊裡面 亞洲人要進球隊 你膽子真的很大 對 特別可怕 第一年特別痛苦 差點就憂鬱了 你爸媽應該很擔心這一點對不對 對 但是你沒有跟他們講 有他們都知道 那段期間哭的比較多的是我 淚水也是特別多 後來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自己沒有做錯什麼東西 先有敵意 先攻擊的人是他們 我只要繼續做好我自己就好 有這個idea在腦子裡面之後 就比較有自信 那就找回自己 然後就開始重新出發 而逗逗日前上淘金一封淘秀和妈一起合唱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她本人也有一个音乐梦 你对音乐有一个憧憬吗 当然有 尤其是看完Twice之后 那个被感染就觉得 每一次看完都可以续命续好久 那种感染力你知道吗 我也想要让人看完我的表演之后 可以让他们觉得人生有希望的那种感觉 假设有机会要做歌手呢 还是做歌星呢 当然是要Superstar 哦Superstar 如果有机会的话 多多也在现场现场自创去 respecting观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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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欢迎订阅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